買一盒給我 國父紀念館旁邊 它日本的海鮮料理 全部都是主打從日本當季海運過來 等於說我們在這邊點跟在東京點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哇 好漂亮喔 像在吃雞腿一樣 哇好高喔 眼瞎龍蝦高 腿尾 第一次吃 這個是你看金木雕 哇 它的海膽是還有點橘紅色 這個鞍康魚乾 它的這個 有點橘橘的 就代表它油脂非常的豐富 對它這個是鞍康魚的脂肪乾 對我們省了很多機票 我們這樣省了至少二十幾萬 鮑魚 一口說一二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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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是最好的,你不想再次 我看見,當你接受愛,你不想再次 你不想再次再次 Please don't talk about me when I'm gone Oh honey, all our friendship ceases from now on Please don't talk about me when I'm gone 哈囉大家好,我是朵瑞克 我是依嚕 今天的話我們晚上下班了 然後今天比較特別一點,我們吃一點好的 那因為其實我們兩個以前都很喜歡去日本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至少一年多,應該沒辦法去了 那我們就問台北的同事 那同事有介紹一家說在國父紀念館旁邊這種 平常我們都不會來這種就是 它有點像住宅區 隱藏在這邊有一間是賣它的這個日本的海鮮料理 全部都是主打從日本當季海運過來 等於說我們在這邊點跟在東京點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是吧,反正來這邊吃下去不用隔離14天喔 那我們來拍拍看 可是這蠻高級的耶 我們怕我們會把人家的高級的感覺給弄掉 但是說你錢有在購嗎? 錢應該有 好,我來給大家來介紹一下 它的菜單是長這樣 它總共是分三種收費的類型 那有八罐 然後有湯跟烤魚 然後再來的話十二罐 跟一個十罐是比較特別的 台灣的這個野生龍蝦拌廁 對,這個就是你的菜單 那它這個就是所有全部都從日本來的 欸你看它底下有寫那個它的產地 有沒有,你看,金剛北海道 它底下也有一些我們本地的伊蘭 如果它說吃不夠的話 你要再加點是一罐 你只要不重複就是一罐一百塊 其實也不貴 如果真的是像那種日本來高級的 這算便宜耶 好像日本沒有乾杯耶 沒有 沒有乾杯 這個是你看金木雕 第一次吃這一種 它似乎都已經調味好可以直接吃了 嗯 它白肉很彈 超級彈 而且 對,它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以外 而且它的是甜耶 真的就是人家說的就是魚肉是甜的 而且它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好像有一天點荊棘的味道 突然降出來,可是馬上就消失了 哇好濕耶 真的好濕 真的,難怪高級壽司就是跟一般的 一般的壽司不太一樣 好吃,我很期待它後面的其他餐飲 欸,它剛剛那個是金木雕 金剛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金剛 這個是真雕 北海道的真雕 好,我們從金剛到了北海道 那跨距離有點跨得很大 它表皮有點炙燒的味道 然後吃到香氣過後 就是那個 鯛魚的甜就出來了 然後芥末是微微的嗆 欸,真的很好吃耶 欸,這真的差很多耶 這真的差很多耶 喔~~ 平川水產橘子蕙色 喔~~ 哇,它的海膽是還有點橘紅色 哇~~ 哇~~ 這是魚的趣配啦 不是嘴邊肉 喔~~ 人家講就中了啦 中了中了喔 中了中 吃吧 感覺你這個很好吃耶 你那個臉有點淋淡喔 嘿嘿嘿嘿 醬油的那個香味 加上那個米飯 哇,在嘴巴裡面滲開來了 哇~~ 它那個有炭燒過 有炭燒過很好香 就是有那個炭燒過的味道 對,油脂有那個炭燒過的味道 比較不膩 因為它很油 但是燒過之後 比較... 奇味有那個炭燒香 油脂香出來 油脂 黑鮪魚 這個是九州來的 我們又從北海道往九州飽了 黑鮪魚 第一次吃耶 你看 它表面也有淡淡的炭燒 可是它看起來是生的 它每一層 鮪魚的瘦肉中間 都夾著一層豐厚的油脂 所以你咬到瘦肉以後 化掉以後 油脂又跑出來 然後咬到下一口 瘦肉出來以後 馬上又化掉 油脂又跑出來 淡淡的炭燒香 其實我本來不是敢吃那麼多生的東西 這一間我每一個都可以 其實就是外面那種 船舟中一顆要三百塊的那一種 鮪魚 超爽的 一口吃的 一二三 原來真的鮪魚是這一種 好好吃喔 鮪魚好喝 往走來的鮪魚卵 很香喔 它上面好像有撒的類似 像是檸檬的皮的感覺 讓你解謎 這不是假的喔 這裡面不是柳橙汁喔 肥喔超大顆的 它有那個荊棘的味道 荊棘的味道 哇 一口塞 完蛋了 你完蛋了 哎喲 好脆喔 脆的 肉質是脆的 沒有 哇 好難形容 我只知道它很好吃 OK OK 好吃就好 哇 欸 好漂亮喔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 它這個野生龍蝦哇跳跳 不行 你只能咬到中間 像在吃雞腿一樣 你幹嘛幹嘛 噴汁了 好爽喔 噴龍蝦 龍蝦汁是不是 來 真的有吃耶 而且 它肉好扎實喔 它肉咬下去是脆的 然後還會彈耶 很誇張 而且它的 有一種龍蝦會 它也會有那種 它完全沒有 它就是鮮跟甜而已 然後再加上烤的那個炭香味 好吃耶 好啦 這個留給你們吃了 哇好高喔 眼瞎龍蝦高 哇 超大干貝啊 干貝上面還有加一些類似 像是柚子跟檸檬的 超好吃 而且干貝本身的甜味 馬上放出來 很多干貝是 有口感沒甜味 它是有口感又有甜味 真的是很棒 它的干貝是從北海道來的 所以我們又到了北海道了 嘿嘿嘿 我們省了很多機票 我們這樣子省了至少 二十幾萬 你注意看喔 它上面是 老闆說啊 這個安康魚肝啊 它的這個 有點橘橘的 就代表它油脂非常的豐富 對它這個 這是安康魚的脂肪肝 20塊 20塊 那我就怕你跟它一樣 被招去牽桿了 老闆說你 然後這個是你的腳 它叫腳蝶 很特別耶 這個名字 腳蝶 那這個是腳蝶本人 這個 也是腳蝶 唉唷唉唷 這也是腳蝶本人 有點恐怖啊 它是紮實的 而且 很Q彈喔 Q彈喔 哇 它不是油脂松素的那種 你這個賤人 喔喔喔喔 好棒 它裡面有料嗎 唉 對啊小章魚耶 小章魚啊 你怎麼 怎麼先吃甜點不合味的 甜點很好吃 哇 它湯也很好喝耶 它裡面的那個 章魚還是嫩的 你說這個是什麼 紅豆 酥皮紅豆 酥皮紅豆 喔 優耶 好吃 它是玉子燒耶 你看起來很像 它是玉子燒耶 不是我剛才以為是那個叫什麼 燒魚版 是蛋的味道 可是它就有口感就有點像 口感已經做到有點像那個 腸 對蜂蜜長期蛋糕的那個感覺 對不對 好吃耶 好吃耶 我們吃完了 欸這一間真的是發覺到 它超近的 這邊其實就是光復南路 然後這邊就是中正紀念場就在對面 平時這邊都是屬於住宅區 這一間真的好好吃喔 太不起眼了 對 它提了我講 它地點真的不起眼 可是它就是屬於這種 就是專門做讓人家很安靜 是日本的海魚比較甜嗎 因為它是日本的水產真的好好吃喔 它的那個干貝 我們目前啦 裡面每一罐我們都很好吃 然後有幾個我們最推薦 第一名 黑鮪魚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有一點吃不一樣 它第二名是什麼 我喜歡松葉蟹 松葉蟹 我就是喜歡吃干貝 那再來的話有一個最強的就是龍蝦 如果你的預算不夠 你可以兩個人來 一個人點八百的或者是一千的 但是另外一個人點那個 有搭那個龍蝦的 我那個一定要吃吃看 真的很不錯 沒有你看 龍蝦的肉真的夠兩個人吃OK 不過一口就被吃完 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這一間 來這邊就像日跑到了日本一樣 小東西為出國行程 對那店家資訊我會幫幫你影片底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預約看看 真的很好吃 掰掰 你們不能問他 不要問他 他會把你們這些店清空 對對對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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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要緊 我也要快搭回來了 真的